這邊是宜蘭紀檢署 針對於本案的偵辦的流程 還有相關的疑慮 本署認為應該要發表幾點 澄清以及示疑 首先第一點要向大家說明的是 本署偵辦本件案件 一個原則跟著證據走 證據到哪裡 檢察官就犯到哪裡 就目前所有的物證以及相關事證 全屬檢察官組成專案小組連夜的查扣 並且也有跟相關的行政機關做聯繫 所以這一部分只要有證據 檢察官就會依法偵辦 而案件是浮動的 涉案人以及相關的責任 檢察官都會依著證據 一種意義去追究 並沒有針對哪一個方向 或是特定人 這點要先澄清 所以在本案的偵辦上面 本署的原則就是 跟著證據走 以及全面性的偵查 第一名